烘烘后不要其他冷却 尽量烘烘后 5分钟就够了 3-5分钟就够了 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这里很重要呢? 我要提醒你们 因为这些东西不一样 这种东西就很重要 因为这个糯米糕 当它能量了之后 所以你腌一下 拿出来 你看看 它有浮脏 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因为它 要保持它 不要给它烟了 它一能呢 它就会变烟了 烟了的东西 变成很难焦 所以你趁它的液 液力 在这里 很厚 就是因为我用这个方法 你用它的液力 因为它是软的 如果你不够液 它很难做出软 所以它够液 你看 很容易 很容易 你看 就是这个方法 为什么我整理重复 就是因为我发展 这个晚中药 因为它这么多米糕 因为我上次没有填 你们呢 我之前也会变成 因为我之前有时候做其他人 就是常办法做到最后 所以我就是想到这种 我也是最正发生的 而且我没有想到 后来我就想到 不可以 因为这种呢 是黄的东西 你要趁它很烟 它容易分解 容易黄滑 如果你的虾能量很准 这个并不够液 那你拿出来的时候呢 虾 它的粉很硬 你很难焦的 要烘多一次 也麻烦嘛 所以我就是 难多用难多的方法 告诉你 我看我不是吃汤 不是吃摩子 我是吃花生 就是这么简单 你怎么怎么好呢 就是 利用汤很烟 很烟 它就容易呢 将汤 弄到软软 不是等一生 你说 哎呀 平方 你这个摩子 怎么烟 很难弄呢 就是这种方法 如果你弄错了 这个步骤也不行 那时候 弄得不敢弄 因为太烟了 所以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摩子 要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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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五分钟 三分钟 不是五分钟 三分钟就够了 那 然后将它呢 趁它没有 冷了 它很烟 难道一手都不够接触 因为它太烟 所以容易 将摩子 发生高 每一个发生的 大醉 你看 你看 就是 因为摩子 这花生 完全 差了一次 如果它 阴了的摩子 呢 这个坟呢 很难将这些花生 迫住 很阴的 所以你重新烘 那个坟 最厉害 也是麻烦 所以我们尽量呢 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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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烟 那只手 慢慢摸 因为它太烟了 现在没有怎么烟 好很多了 所以就是用这个方法 我弄得很漂亮 我够算你 所以这种呢 就是蛮重要 因为上次没有填你们 上次我填你们 都是我知道自己错了 以为真的等很久 后来那个病 我刷子不太刺的 但是等一会 应了 很难焦了 就是 我们每样东西 有它的真正的方法 所以我就告诉你 要 煮它 烘后 十分钟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以后 不要这么做 其它尽量 耶 你看 好吃了 你看 尽量弄 弄到它 完全将它摸 碎了一次 碎了一次 才成功 如果不是顶糟 不是顶糟 不成功 为什么 那种碎了 很难将 花生碎 将 撒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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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当它熏了之后 轮却了之后 那块碎了 就很烟了 很难将 花生碎 将 摩子 湯圆 那种 糯米粉 拌了一次 所以 你看 很专严的 用这个方法很专严的 如果我不是这样 真的很 等下 又要烟了一次 所以 我拼起我 要不要填你们 哎呀 酸病 这人玩重要 我整次 为什么做这两个视频 这个视频 够算你 只是够算你 也就是摩子 只不过他最重要的 全部填你们了 你看 真的好吃的 你看 我最低沙更合不 低沙不合了 很难看 我想整次 哎呀 好了 随便了 给你们看得清楚一点 很健康 很好 你看 那然后 你看 很专严的 很专严的 我不浪费时间了 你喜欢剪 多么碎也好 什么都好 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做 等一下 我还要煮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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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得很满 如果你能量了之后 你发生沾不到的糯米粉 就吃起来不好吃了 所以你用这个方法 应该是很成功的 祝你们成功 拜拜